周四,田纳西州孟芬斯大学校园内的一个新冠疫苗接种点几乎无人问津 该接种点主要为学生和社区其他的年轻人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人们对疫苗犹豫不决包括一些年轻人 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感染这种病毒的风险 或者认为疫苗未经测试,对其持怀疑态度 甚至一名护士专业的学生也对接种疫苗犹豫不决 我刚才得到我的疫苗 我应该得到一段时间,但我感激烦在接种 但是我知道这是什么我必须做 美国疾控中心周四表示 美国的新冠新增病例7天平均数比前一周上升了53% 这种上升集中在美国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地区 包括田纳西州 美国 Втор家康川 trên的 �ө的 美国��理论 优优独播剧点Rem